請教官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頭條開獎頻道已經突破百萬訂閱 感謝全球網友的支持讓我們更強大 許多的網友引緊期盼 而我們正式宣布 頭條開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成為頭條好學生 頭條自由生 或是頭條模範生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心事女 印度現在不就是一切都是要繼續的跟俄羅斯採購嗎 不跟著西方起舞 結果現在拜登是不是急了 拜登現在要找印度的總理莫迪 跟他來個線上會議 那你看彭博社就說 拜登要莫迪對俄羅斯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 欸建大使你知道 其實就在今天嘛 美國跟印度這次2加2的會談即將登場 兩國的防長跟外長都要對談 結果在這個談之前 現在釋出了一個拜登直接跟莫迪要來談的訊息 您會怎麼解讀 我覺得大概基本上就是還是希望 這個印度跟這個在這次俄乌戰爭中啊 表達更強烈的反俄的立場嘛 我想大概是這樣啦 不過我覺得他要印度不買俄羅斯的油 我覺得有點不公平 為什麼 因為這個到目前為止買俄羅斯油最多的 還是歐洲國家 還是歐洲國家 那現在哲倫斯基我記得他也是名言嘛 他上次不知道在哪一國議會說 你們家的每一滴油 都裡面都有烏克蘭人的血 那他是把所有歐洲國家都罵進去啦 德國用最多啊 對不對 那德國他為什麼不去跟德國人講呢 對不對 你問一下德國人是不是從明天開始 你就不要用一滴俄羅斯的油 因為這裡面的油都有烏克蘭人的血 那今天你拜登去找莫迪講的話 上一次英國的外長到這個 到這個新德里跟印度談判 也是為這些事情啊 結果後來 在雙方就共同開記者會的時候 那個印度的外長就講 他說我可以跟大家保證到今年年底 我們看一下統計紀錄 買俄羅斯能源的前十名裡面 看不到印度的名字 前十名不是印度 都是什麼德國 這些什麼匈牙利什麼是一大堆啊 歐洲國家 都是歐洲國家 那你為什麼你這些國家 你不去跟他們 我要是莫迪我就講 你先叫德國停了我就不買 其實別說你美國自己還是也有買 你美國自己被人家抓到啊 印度只滿2% 只滿2%嘛 你如果你通通都切斷的話 那你再來跟 你再來跟印度談嘛 我覺得這很公平嘛 是 我覺得美國基本上就是說這個國家霸權當久以後 就是說已經忘記了 怎麼樣公平對待 不同的國家 他都不公平 都不公平 你今天你自封為世界警察 好你要做警察 你自封為警察 你警察也要秉公 處理事情啊 對不對 這個人殺人 可以 那個人放火不行 對不對 這個人 這個人去偷去搶 你說 他因為他跟我是怎麼樣 所以放 睜一眼閉一眼 那個人在那邊 怎麼講 拿人家一塊 拿人家一塊 一塊糖刺 你就把人家抓起來五發大榜 然後丟到牢裡 關個大 關 好好整一頓 這樣子不行啊 所以我是覺得 美國現在這個 為了俄物戰爭 我覺得 我覺得暴露出來他的那些 一些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已經讓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好 不過亮哥 講到印度 我們也順便把巴基斯坦部分 拿來一起做個對照 因為巴基斯坦總理也換了 對 被罷出下臺了 對 有人就說這是美國在幕後搞鬼 那所以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那 現在拜登就是把巴基斯坦部分 把它解決掉了 因為 這可能是印度比較樂見的一個結果吧 是這樣嗎 不一定 未必啊 巴基斯坦那個新總理 那個Sheriff 是 搞不好更輕忠 我跟你講 巴基斯坦有兩個大家族 Sheriff這個家族跟軍方比較好的 那事實上他是 2013 2016都去過北京 他去過北京 他去過北京 然後他哥哥本來也是總理 後來因為巴拿馬那個洗錢案下台 那他們家族 其實跟中國關係相當不錯 事實上這個 原來這個 會不會兩邊都壓 譬如說 大陸有媒體又說他親美 就是說現在要欣賞 原來那個 還去倫敦打板球 他是板球的英雄 我跟妳講那個 原來那個是民粹 民粹領袖 所以他是打破原來兩大家族 然後他選上了總統 可是就是捉摸不定 誰都抓不住他 因為他是民粹型的嘛 就跟杜特帝一樣 那兩大家族反而是穩定的力量 所以我說這個Sherry 我認為巴基斯坦不管是朝野 不管是哪個黨 或者老百姓 基本上都是親中的 這個美國很難介入了 因為那個中巴經濟走廊 已經投資那麼多錢了嘛 那那個關係已經很久了 所以巴鐵就是巴鐵 我認為沒有改的可能性 這跟斯里蘭卡有點像 斯里蘭卡曾經有一度反對黨當選 然後他說他要反中 結果到最後還是繞不出去 這種政權會越來越多 那個馬來西亞也是 馬來西亞本來不是那個老總理回來當嗎 可是繞來繞去 他原來的那個蠟吉的一些親中的方案 他也不能全部都廢掉 繞來繞去還是繞不出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辦法這樣來討論事情 說什麼親美派又上來了 還差很遠 還很難說 他主要是跟軍方關係鬧分 對 因為之前去年因為軍方前軍警局長 哈米德的這個人事案 然後他那個被現在的巴吉瓦 巴吉斯坦現在實質的軍方領導人 把他調去野戰部隊當指揮官 可是他希望阿米德留下來繼續幫他 然後一直到下次的大選 可是這個事情就讓這個巴吉瓦不爽 那巴吉瓦一直認為這個哈米德想要篡位取他而代之 因為他一直以自己是準軍方首長自居 然後又認為康恩重信他 那以前在那個巴吉斯坦的國會議員裡面 有很多是這個軍方的議員 那這些議員在這一次幾乎都沒有幫這個康恩 然後所以最後那個門檻是172票 他超過門檻2票174票就把他給拉下來 所以我認為是剛剛亮哥講的沒錯 他主要跟軍方的關係鬧翻了 康恩有點就是眼睛長在頭頂上有點拿翹了 好 不過回來這個介大使你看哈 澳洲媒體曝光了新建海軍基地異象書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現在所羅門要跟中方來合作 其實是有什麼軍事的意義 然後但是現在這個驚動了印太沙皇了 所以根據金融時報報導就是說 這個康貝爾 Kirk Campbell 他要親自出馬了 去所羅門來一趟罕見的高層訪問 凸顯出華府的擔憂啊 現在美國真的在擔心這件事情了 這個康貝爾應該搞清楚 這個叫澳洲不要亂搞 這個澳洲自己搞砸了 因為去年去年底的時候 所羅門發生大暴動 這個大暴動的原因 現在這個總理他就說 有一個大國介入 哪一個大國 對不對他沒點名 很多人都猜就是澳洲 因為這個所羅門 他是有九百九十 九百九十多個島嶼構成的 他有兩大島 現在的執政的這個這個集團 是屬於荷尼阿拉 也是首府所在那個最大島 可是他第二大島呢 一直都在唱反對運動 而且曾經要宣告獨立 就是說 所羅門群島這個這個第二大島 覺得資源都被這個第一大島的這些人 這些人拿去 所以第二大島不爽就要宣佈獨立 那時候還大動干戈 把這個獨立運動給他壓下來了 可是這一次上就去年底的那個 那個首羅門的大暴動 那麼這個總理呢他就指控說 有一個大國從中涉入 也就是涉入人家內政 在顛覆這個政府 那這個事情沒有多 而且那一次的這個在 荷尼阿拉的這個暴動 以中國的商人為目標 中國大陸 針對性 針對性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發生以後 所羅門的現在的這個執政黨 就決定跟中國大陸 讓中國大陸的力量 進入到所羅門 來制衡澳洲 對他內政的這種 顛覆的這種作用 現在澳洲現在你說搞砸了 那澳洲搞砸美國來收拾 收拾有用嗎 美國自己撤出了 大使館撤出了二十幾年 你二十幾年都不見 你現在跑回來對不對 除非你要不然你就 你就拿著棒子來修理 反正這些國家 也不過六十幾萬人 你美國你就把你的 把你的軍力展示一下 就怎麼講 你就是不是殖民的殖民地 你就非得聽我的 要不然你就拿錢 你拿得出 你有給錢嗎 美國現在還有給錢的跡象嗎 美國都是拿個棍子去找人家 對不對 那就看看 就看Kurt Campbell有多大本領 對不對 看他的棍子有多粗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 一直噴酒精 但是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就可以買到 好